同学们,大家好!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玉新学校的李洪言老师。 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。 今天,我们一起走进第五单元复习活动课。 这一单元,我们学习了三篇课文, 口语交际和语文原地。 这三篇课文都写了主人公对事情的不同态度、 不同表现和不同结果。 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,同学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。 这节课就让我们再次走进第五单元, 通过活动考察。 看,这是一幅神秘的拼图。 要想知道拼图背后的奥秘,就要一块一块翻开。 同学们,做好准备了吗? 第一关开始。 这些字是本科要求会认的字,请你小声读一读。 这些字中,有些字的读音容易出错。 第一行的字都是前笔音, 第二行的字都是后笔音, 请你跟着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。 言、劝、咸、秤、赶、慢、弄、凤、朗、姜、狂、头、丁。 同学们,能够把字音读正确。 恭喜你们,第一关闯关成功。 我们来看看第一块拼图背后有什么。 看来,这块拼图并不能显示秘密。 我们继续进行第二关, 在本单元十字表中, 藏着带有三点水、月字旁、盐字旁等偏旁的字, 你能准确找出它们吗? 听听,学习伙伴找到的与你一样吗? 三点水的字有盐、渴。 月字旁的字有辣、朗。 盐字旁的字有化、蟹。 草字旁的字有,胡、炉、藤、木、木、木。 口字旁的字有,喝、捺、好、吼、阿、哀。 树心旁的字有,慢、怪。 虫字旁的字有,牙、蜜、风。 金字旁的字有,错、风。 能够完成生字的归类。 恭喜你们,第二关闯关成功。 第二块拼图背后有什么? 看来,第二块拼图背后的秘密也不能完全显示出来。 我们继续进行第三关。 在本单元十字表中,出现了这三个多音字。 它们分别有哪几个读音呢? 请你读一读。 下面,考考你们能不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选择多音字的正确读音。 请滑去括号中错误的音。 同学们,做完了吗? 对对答案。 听听学习伙伴的答案与你一样吗? 一,小鸟飞了很远,想找地方休息,可是大海搭得很呢,哪里找得到呢? 二,一头狼发现一只梅花鹿在吃草,悄悄发出信号后,很快,一群狼围了上来,梅花鹿发出了绝望的哀嚎。 三,小蝌蚪用细细的尾巴当成画笔画画,当尾巴一天比一天短,它着急地哭了。 同学们,能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选择多音字的读音。 恭喜你们,第三关闯关成功。 我们看,第三块拼图背后有什么? 看来,这块拼图已经显示出了秘密的大部分, 就让我们一鼓作气进行第四关。 请你读读这几句话,在学习单上写一写剧中的生字。 注意写字姿势,认真书写,争取把字写得正确、规范、整洁。 同学们,写完了吗? 对对答案,检查是否写正确了。 然后,仔细观察这几个字,看看有什么发现。 有的同学发现了。 言、可、喝、淋这四个字,都是左右结构的字。 这几个字中,言、谢两个字容易出错。 看看这位同学的字,要想写正确,需要注意什么呢? 听听学习伙伴的提示。 我来说一说,言字左右结构写得很正确, 注意到了第五笔是横折弯,谢字写得很紧密。 中间的布剑身最后一笔撇,注意到了上端不出头。 请你仔细观察,喝、可、淋这三个左右结构的字。 想一想,如何把它们写好呢? 有的同学发现了,这三个字的宽窄、长短、高低都不同。 可、喝这两个字,左窄又宽,左短又长。 淋这个字,左右等宽,左高又低。 同学们,知道了左右结构字的特点。 这位同学的这组字,我们来评一评, 听听学习伙伴的评价。 我来评价同伴的字,这组字整体写得正确、规范、整洁。 可、喝两个字都注意到了左窄右宽。 喝的左部口写得小,偏上一些,非常好看。 林字是左右等宽,右部横撇弯钩,写得宽了一些, 整体感觉更美观。 同学们,第五单元,左右结构的字很多。 学习伙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写好左右结构字的小秘诀。 看清字形,写正确,比例得当,比宽展,高低位者要分清, 关键笔画写到位,笔画穿插,不分家,左右牵让才没关。 同学们,书写时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, 保持正确的写字姿势,就能够把字写得正确、规范、整洁。 恭喜你们,第四关闯关成功。 我们看,最后一块拼图翻开了, 呈现了一幅美丽的公园图片。 多么美丽的公园呀,明明特别想去看看, 就让我们带着明明一起去游园吧。 沿着公园的小路,明明远望, 看到天空、群山、湖水,特别美丽, 可不知怎样把看到的美景说出来, 我们帮帮她吧。 请你结合图片,想一想,可以怎么说? 有的同学可能这样说, 蓝蓝的天空,绿色的群山,碧绿的湖水。 请你结合生活,再想想,还可以怎么说呢? 听听学习伙伴想到的与你一样吗? 我想来说说天空,我喜欢辽阔的天空, 无边无际的天空。 我在春天爬山时,看到了高高的群山, 起伏的群山。 我还可以这样说,暖暖的湖水,轻轻的湖水。 读读这几个句子,试着加上合适的词语, 把句子说具体,听听学习伙伴们怎么说的。 辽阳的天空,飘着朵朵白鱼。 远处,起伏的群山,变得更绿了。 近处,碧绿的湖水,像一块绿宝石。 这几个句子,加上这些词语后, 我们的眼前,仿佛浮现出了一幅美丽的春景图。 明明,沿着小路继续前行, 来到花坛边, 看到各种颜色的花, 真漂亮, 可是又不知道用哪些合适的词语来说。 我们再帮帮他吧, 请你选择合适的词语, 填在括号中。 听听学习伙伴的选择与你一样吗? 我会这样填, 红的像火焰, 粉的像碗霞, 黄的像金子, 白的像雪花。 从这几个短语中, 我们可以看出, 得子前面是形容花的颜色, 得子后面是对前面颜色的补充。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, 红的迷人, 粉的可爱, 黄的艳里, 白的明亮。 同学们, 花坛里的花多么美丽呀! 你能用一两句话来说一说吗? 听听学习伙伴们怎么说的? 花坛里五颜六色的鲜花盛开了, 红的迷人, 粉的可爱, 黄的艳里, 白的明亮, 吸引了很多美丽的蝴蝶。 游园过程中, 明明一边欣赏美景, 一边学习, 在公园出口, 闻到花香, 看到桂花树, 也试着写了写。 请你读读这两个短语, 说一说明明写得对吗? 听听学习伙伴们怎么说的? 我认为明明写得很准确, 结合生活, 我知道桂花颜色是黄色的, 香味是淡淡的, 非常好闻。 多么美丽的公园呀! 明明走出公园大门, 看到美丽的公园, 想说说自己游园的感受, 可又不知道选择哪句话, 我们再来帮帮他吧。 请你读读这四句话, 你会选择哪一句来表达游园的感受呢? 有的同学可能会选择第二句, 公园的景色令人陶醉, 美得很呐, 因为陶醉一词用得好, 美得很呐, 感叹的语气更强了, 更加突出公园的美。 相比第一句, 语言更丰富, 也更生动了。 学习伙伴还选择了哪句话呢? 我们来听一听。 我会选择第三句, 公园的景色怎么能不美呢?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 公园的景色很美, 是用语言语来表达公园景色很美, 比第一句语气更强了。 我会选择第四句, 公园的景色真美啊, 美得像一幅彩色的画, 前半句真字强调了美, 后半句美得像一幅彩色的画, 得字前面美是形容词, 得字后面是补充说明美的程度, 我认为比其他几句更抒发了公园景美的感受。 老师觉得第一句, 公园的景色很美也很好, 因为语言明确简洁。 同学们, 把你选好的句子大声读出来吧, 明明回家后, 带着喜悦的心情, 与家人说了自己游园的所见所感, 课后, 你们也把游园所看到的美景, 和感受与家人说一说吧。 同学们, 这节课, 我们通过闯关活动, 巩固了字词, 书写了生字, 还和明明一起游览了美丽的公园, 也学会了如何把美景写出来。 下节课, 我们将开启第六单元的学习, 相信你们一定会收获更多的知识,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。